先看看港股方面 年跌后有个反弹 午后升幅一度扩大至超过220点的水平 看着中午时分纳 也有好几只股份公布消息 当中包括比亚迪和中国寓意 我们今次会集中谈谈中国寓意 先说比亚迪方面 有2亿回购A股 中国寓意 这次集中谈的就看到他有单调 就获大股东注入资产 不过看着港交所这边 未有通告出的 看着深交所那边就已经有份公告 曼达电影今早就停牌 中午就发了公告说 红股权未来可能变更 就获大股东王健林 转移5成1的股权 比港股寓意即是136 寓意未来100%持股曼达电影 事关中国寓意旗下的上海寓意 今年7月已经斥之过 就是收购曼达4成9的股权 不过今次最新这单调 就未知作价 见到中国如意 股价上就有个异动在 中午收市升到超过8% 高位上过1.94 但问题见到消息公布之后 股价升幅反而收窄了 最新现在见到升大约2% 股价在做1.81的位置 是不是市场都不是真的 这么看好今次单调呢 事关于你又没有作价 投资来说很难评估 所以升幅立即见到收集回来 是的 那作价方面 我们现在都未知了 就是说签了一些所谓的转让协议 之前7月的时候 之前计算过数 1.8亿股的万大电影 当时作价是1.73亿人民币 所以后来下来 去到现在的价格是贵了 又怎样便宜了 没人知道 就是大家都只能够 拿回旧的价格去做参考 所以你见到市场方面 就不是说太受落的 而且另外一方面 就是其实电影行业 它本身的周期性都很重 也都不知道究竟 可能何时是会赚大钱的一件事 就是譬如 当时这样 可能有些电影 是它的上映 是完全是没有反应的 可能几十年后才爆红 也不奇怪 也会有一个周期性 就是说 譬如我们好像Netflix那些公司 早两年有一套鱿鱼游戏 大家都会知道 非常之热 连同周边产品也好 广告也好 什么都好 全部买到成行成市的 当时Netflix赚大钱 但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过了那个爆款的期限之后 我下一个年度 我再要製造一宗 可能很好看的电影 爆款的电影出来 去维持去年的收入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很多这些文化方面的一些公司 其实就会面临着周期性的问题 和创作可能会有平颈的问题 所以要维持收入 也不是容易的事 大家就会当周期性很重 就未必会觉得 可能收购了这家公司之后 如意就会有个结构性增长 所以大家看这个交易 就未必说会看得很激进 不过其实交易背后 市场都似乎有另外一种 负面一点的解读 就是说中国愿意出手 就是帮助黄建林去解决自己的财困 其实说黄建林和曼达 其实年中已经多次传出财困 其中一个关键大家看着什么呢 就是据报曼达 计划分拆物馆 曼达商馆今年上市 不过说了这么久 到现在的影子都没有了 而且黄建林和别人对赌 如果不能上市的话 可能就要赔高达300亿元这个水平 市场之所以这样去解读 是否主要都由于曼达电影 其实今年7月份 其实三次出售过股权 其中一次就是正正跟我们谈的 中国愿意 所以愿意 今天公布之前 已经持股拿着4成9万达电影 明显今次更加明确 就是要帮助黄总解决自己的财困情况 我想其实财困要传了 都挺长时间的 但是你说其实地产商财困 现在有谁不财困 所以去到黄建林这一度 我又觉得这个 当然可能是真的会急着去解决 但是现在在这个情况下 稍微叫做运作正常 又不是说过分过度杠杆的地产公司 我想曼达现在都尚算是正常的 比起这么多那些 之前高周转的房地产公司来说 所以是否说真的有这么迫切呢 这个不知道 会不会就是说 突然间很急着去拿钱回来 然后填上那边的洞呢 这个也说不了 所以大家在这一方面变了猜测很多 这次你看到 连丹丢的作价都没有公布 所以大家都根本不知道 如果我价钱买出去的 大家都知道 王建林可能是等钱花了 但是现在的价没有公布 所以我们就很难判断 还有对赌协议这件事 我想都真的在疫情前 我想是17、18年左右 那些事情来的 所以现在过了这么久 还在传这件事 我就会觉得 未必真是说 那么significant 对于这件交易的影响 所以我就未必会想到 就是外界传到王建林的财困问题 很严重 那当然我都相信 是会有这方面的影响在 但是就未必说 真是好像 现在迫在眉睫的 那些什么 恒大逼桂园那些那么严重 不过如果真是 就是用市场的解读方式 说中国愿意要出手帮王总 就算是真的这样看 是不是今次都应该是帮盡 最后一次呢 因为唯一和中国愿意 比较有协同效应的曼达电影 现在都100%卖光了 嗯 我想都是了 因为如果你说文化版块的话 那曼达最大的一部分就是电影 如果你买了之后 那你还有什么买呢 那我没有理由叫 就是愿意本身是一间 也是那些文化产业的公司 那它下面包括那些业务 就是电影平台 就是它有它叫南瓜电影 那之后拍戏 又或者可能是做一些 游戏方面的业务 那我没有理由叫你136 吃了我的地产项目 对不对 就是说起都不合理 那所以如果你说吃完电影之后 就应该不会再有后续的那些 其他的问题再出来 那所以短期内我想这些业务 都应该过一段落的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